好我們這邊有個簡單的場景 就是 模擬一個室內 或隨便放了一些茶壺啦 好 那之前我們 教的都是標準燈光 所以 不管你用什麼燈光 假設我今天在我的場景內放了砍燈 放了砍燈 然後呢 呃 因為我們現在用Vray 所以各位記得一件事情 你要用 你如果要用Vray 那你Shadow就換成VrayShadow VrayShadow自動會判斷 影子要不要清楚 要不要模糊 要不要透明等等 好那如果像你用ScanLine的 就是用以前標準的 你才要去切換說我要用 ShadowMap還是用RayTradeShadow 可以嗎 那但是現在用Vray 記得全部都用VrayShadow 好 好 那我在場景內先打了 隨便打了一個燈 然後呢 我換到Vray 我先把FrameBuffer關起來 好啊 已經有講過給各位量足參數嘛 對不對 我先用通用的 假設我 我 我先調整自適應分解 過濾器不要 我先調比較低一點 來先測試一下 我現在有看到 對不對 好 好 燈不彈 我如果要光彈 我是不是要開GI嗎 所以我就開GI 然後呢 改成 IrMap 發光貼圖 然後這裡改 very low 這個少一個零 然後我們再去算一張 那它就光就會彈了嘛 這是 之前已經有教到 所以 Vray 支援 標準燈光 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理解 就是你之前學的是 不用擔心的 所以假設你的 場景內 今天有好多砍燈 假設我的場景內有好多砍燈 有6個砍燈 那等一下一定會太亮 所以我先弱一點 0.2就好了 我先來看一下 6個砍燈 在MAX 在Vray裡面算 絕對沒有問題 當然我現在這樣很醜啦 調一下好了 太噁心了 講看 比較好一點點 對吧 好 那再來 我們剛剛講過Vray燈光 Vray燈光通常用來做 做 有幾個用法 幾個比較簡單的用法 第一個是 整個場景的照明 所以假設我的房間長這樣子 那我就這樣做 我到Vray燈光 我就做一個 假設我房間是這麼大 我通常就是做 比房間再 小一點的 好比房間再小一點 但是你也不要 也不要很接近 可以嗎 因為很接近 到時候 好沒關係我做一個很接近的 好這樣 假設是這樣子 就是 比較接近天花板的地方 然後我故意做一個很接近的 那所以 長的這邊很接近 這邊不接近 然後呢強度太強了 我先調弱一點 先給1就好 因為我這很大一片 好我們刷一張圖 Vray燈光的地方 就是用來做整體的照明 好整體先讓它發光 好那 來你看你如果很接近 這裡是不是很明顯 會有 會有那個燈的感覺 我先把 這個 這個不要顯示 一張 給你看 這樣比較清楚 來喔 這裡是不是有一道 那你明明這裡就沒燈了 這裡有一道不是很奇怪嗎 好所以 我跟各位講就是 小一點 那大小多小 好這個純粹就是看感覺的 總之你的螢幕中看不出來 有個燈在那裡就好了 不要讓螢幕中看得出來 好所以 我可能小一點 好那 我再弱一點好了 0.5好了 那那張 讓整個場景亮起來 就是它提供局部的 整體的照明 我先把燈關掉 我再留一看 這個是沒有 沒有那個Vray燈光 就是純粹就是那個 SPA-LINE的 好然後呢 我做了一個點亮 全部的照明 好那我也收起來 所以它通常會用的 第一個就是做 全部的照明 就大大的一片 放在那個地方 放在你的天花板上面 好那再來 第二個 經常經常會用到的就是 間接照明 間接照明真的是有它無敵 這種間接照明 這個你就用SPA-LINE做就好了嘛 對不對 那間接照明呢 所以我們模型先稍微改一下 假設呢我這裡放了一個 一個板子 然後呢我對面一個板子 假設我兩條間接照明 好兩條間接照明 好那這個間接照明怎麼做呢 你就直接在 這個就是燈槽嘛 這是燈槽的位置 好所以你就在燈槽的位置上 放 燈 放Vray燈 啊我們真實的狀況其實是不是一根一根的日光燈管 把它結在一起嘛 好 所以我們就照這樣放 放在該是原來日光燈的地方 但是你不要往下照 好因為我們燈是不是往上拿拿彈下來 所以就讓它往上 讓它往上 然後我這邊也有一個 所以我其實是放這樣 其實是長這樣嘛 我在這裡放一條日光燈管 在這裡放一條日光燈管 它是往上照的 那往上照就是要打算讓它 往上照到天花板之後彈下來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一下 我故意先弄個很奇怪的顏色好了 讓各位先找到它再說 我來個紅色好了 先稍微亮一點 來看一下有沒有 沒有 有在這裡 沒有 現在太噁心了 我覺得 不能偷懶 我把 牆壁先給個材質好不好 我把 牆壁跟這兩個間接照明 我先給它 隨便一個材質 稍微 稍微擺設的這樣子 我們再看一次 有沒有在這邊嘛 它現在是不是就有 而且這個非常漂亮的 很快很漂亮 只要放兩個plane燈光在那裡 就解決了 好那當然 依照你想要的你去調嘛 例如說我今天 是可能是黃光 那是不是就兩條在那邊 那我的整體照明 整體照明是不是交由剛剛這個去做的 剛剛這個我可能有點太弱了 再稍微強一點 這整間就會稍微比較亮起來 我右邊那種不見了 我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去遮到它了 對不對 最後把它蓋到 難怪我覺得怎麼場景暗掉 燈個下來一點這樣才對 整個 砍燈都要下來一點 然後 這一邊的砍燈 讓它過來一點 我都讓它在那個 這個 這個的下方 這樣就有了嘛 這個我可能可以再亮一點 巴賴的部分 我可以讓它再亮一點 所以 這邊你如果想再亮一點 就去調嘛 就是向上的這一個 假設黃一點 好 然後再亮一點 所以就會有了 對啊 所以 呃 第一個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 大面積的 整個房間照亮 第二個 有進階照明的地方 你就去加 對啊 那第三個 還經常會用在什麼地方 第三個 第三個 假設你的牆壁有開孔 就是窗戶 我來做一下 有窗戶 假設這裡有窗戶 那有窗戶通常是不是你會做陽光灑進來 我先算一張 我外面是黑的 對不對 那我們可以調節一下背景色 我稍微讓它不要黑的 有一點藍藍的 好想做陽光灑進來 那陽光灑進來 用什麼燈模擬 太陽用什麼燈 還記得嗎 用 Direct Light去模擬就可以了 還記得嗎 好 直接燈光嘛 所以我可以做一個 太陽光灑進來 然後呢 太陽光的範圍 至少要大 超過我的窗戶 這我們都講過了 對啊 也就是像這樣子 我太陽光的範圍 太陽光從這邊照 好 當然太陽光至少大超過的窗戶 然後呢 要開Shadow 使用VrayShadow 好 我們先看一下 沒有 在這裡灑進來了 好 那可能太斜了 我再調一下 強一點好了 再看一下 再看一下 好 假設現在有灑進來了 好 那現在灑進來的話 我們還缺一種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是 來這裡超明顯的 你看 如果今天外面很亮 那個我的整個房間 是不是會有一個 漸層進來 不是只有 不單純的說 只是說 我有照到地板而已 我應該會再有一個 就是可能 靠右邊一點會比較亮 靠左邊一點會比較暗 一點點感覺 那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 是因為其實是 光 可能打到牆壁之後 又彈到天花板 之後在這裡亂彈嘛 然後越彈越遠之後 越來越衰竭 就是 它就是 可能就是類似 是整面窗發光的感覺嘛 所以這種一般我們 叫窗光 那這種窗光 也是在vray裡面 就是很簡單的做法 你就再放一個光 放一個光 一樣 比窗戶小一點 比窗戶小一點 然後放在該式窗戶的地方 然後呢 轉過來 我要往內照才對嘛 這裡 就是放在窗戶 就是放在窗戶 大概是窗 窗 牆壁在這裡 窗在這邊 然後呢 比窗戶 再小一點 然後 我先開牆一點 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 來 這裡是不是被亮起來了 這裡是不是被亮起來了 如果我房間長一點 我房間長一點是那個漸層就會明顯一點 因為我現在是開在這一邊嘛 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開始開這邊 那這裡就會比較明顯一點點 那 這個大小 跟顏色強度 當年事後就可以再調 所以我只跟各位講 最後結論就是 第一件事情 Vray資源 本來我們所有學的標準燈光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整個房間亮起來 你就先放一個大大的在 在天花板上面 第三個 線板的燈 這種間接照明 直接用一條 Vray燈放就好 第四個 如果有開窗 有開窗 陽光灑進來 記得 再多做一個 就是窗光 多做一個窗光 好那你就可以回到 這樣子 好來 各位試試看 謝謝